直到看见大牌影后 李冰冰主动和杨子打招呼 才知道原来杨子的人缘这么好 微博之夜的大合影团结 一项出席活动都好高楼的礼物 竟主动拍了拍杨子手务 然后送上一个飞舞 还和姚晨讲自己很喜欢他 把杨子夸得都不好意思 可见他有多喜欢杨子 就连在渔圈混迹多年的杨丽 也专门跑到杨子身边热闹 据说杨丽当时木杂八亿买下长相思感觉 这么好的资源 他没有留给自己 也没有给同公司的迪力热巴和其他人 而是指定杨子来演统一号 不过杨子一直都是这么的招人喜欢 早期杨子和欢乐宋姐妹一起出席活动 蒋星就全程牵着杨子的方 和关晓彤上台领奖 关晓彤自己穿着包跟鞋里扶着杨子 后面还有个张衣衫 甘愿跟在后面当替裙摆想 就是出席活动一直跟女星避嫌的小展 每次看到杨子都会主动挑眉打招 一起上台领奖 还会全程跟在身后帮子妹提着裙摆 李仙更是把杨子当自己 一起上台领奖 李仙先扶热巴然后再扶杨子 一点没把杨子当外联 可以看得出两人关系很大 乔欣看到杨子占有预计控制不重 自我介绍就是杨子最好的朋友 就连张小龙都是这么评价的 直到看到Lisa这样他未来 竟然要去风马秀表演 这才知道娱乐圈有多现实 北影节红台上张子一员本蓝脸笑容 和张义等实力派演员聊天 可当看到穿着透视礼服的女红衣 就瞬间变脸笑容消失嘴角 还带着一丝轻眠 然而当他到后台看到一众前辈 就连忙卑微地上前打招 但除了李雪剑老师起身回应他 其余前辈连动都没动起 然而后面沉到民国举的招呼时 前辈们就立刻起身握手问好 这态度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梅红时的张宋文上台领奖 现场一点掌声都没有 看手机的看手机聊天的聊天 一点不重视和尊重获奖 而当张宋文凭借黄标大王 不仅身边大王无名 就是后场座位也被安排在第一排 和陈凯歌张艺谋等人平起来 文章获得最佳导演新人奖势 冯小刚立刻起身送上拥抱 但你以为冯小刚是爱财吗 其实不是 因为就在几分钟前 冯小刚拿下最佳导演讲时 文章立刻起身握手 却被冯小刚直接无视 可见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 演员不红就会无视 杨子和徐璐总的一场舞台 杨子走到采访区主持人就立刻会上去 热情的一顿虚航问题 反观当不火的徐璐的歌 就被三位主持人直接无视 就差把你不红写在脸上 汤维和雷佳音走 他也是这样 两人一上场主持人就直接掠过汤维 直奔雷佳音和导演不去 网红和明星之间真的有病 你看这个网红和卢靖山合影 一脸不屑地直接离开 他的好姐妹也是如此 看得卢靖山是一脸尴尬 真不知道在转些什么 张佳妮徐璐参加线活动 两人都穿得很是素颜 但和一众网红站在一起合影 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歌 不管是颜值还是气场 都能吊到其他人 曾经凭借纽团舞火爆全网的戴骨拉佩 在节目上和孙怡同框 直接被打回圆形 戴骨拉佩看上去就像是小学生 两人颜值高下利剑 凭借娇美颜值出圈的依梦琳 和在鱼圈长相不是很出众的沈岳同感 也是被当场碾压 沈岳自出道就被朝长相太多 而易梦琳离开美艳寓景 直接暴露真实长相 杨颖参加线下活动和皮佑 即便皮佑染着一头非常强劲的彩色头 还是被闹的渣渣都不剩 确实是没有对面就没有上来 陈小春和网红一起合影 摘下口罩就被外星人扳得脸颈震惊到 跟你网红一起直播 山鸡哥变得多有些怪物 这和综艺节目上的山鸡哥 相比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六大门派围攻光明 估计都没李玉刚踩 晚会上李玉刚一个王者带六个青铜 堪称完美的六维力举环绕音 一首歌硬是能唱出七个调子 这场合作下来 估计李玉刚都要有心理阴影了